朋友们大家好 这期呢我们也见面了 现在呢谈到就是咱们种植这个农产品的时候啊 大棚栽培 那么或多或少啊 那么都会出现这个虫肠这个冰害 比如像咱们经常见到的冰界线虫 包括枯黄尾啊 包括青枯等等 那么随着咱们就是种植的时间越来越长啊 咱们就经过闷棚也好 实际上它这个效果呢已经大打折扣了 那么现在就是很多咱们这个种植户啊 就是咨询有没有一种更好的一些方法 去解决这个虫肠这个难题呢 实际上呢是有的啊 目前呢我们呢就是一直在提倡无土栽培啊 好多农户呢说 无土栽培这个代价高 有些这个农户呢会进行去这个改样土壤 那么通过微生物菌剂去调理啊改良啊 实际上这个代价呢并不低啊并不低 那么我们目前呢就是说这两年呢我们呢一直就提倡啊 用这样的一种袋子啊 那么这个这种袋子呢实际上它有几种规格的 那么我手上这种袋子呢 是20公分的宽度 然后30公分的这个长度啊 以及20公分的这样的一个高度 外面呢它属于是一个白色的啊 白色的里面呢啊 它属于是一种黑色的 另外它一个底部啊有这个 透漆孔或者说是透出这个这个 虫肠连年的种植 那么这个病害呢目前不好防止啊 所以建议咱们很多的种植户啊 就可以采用这样的一个种植袋子 然后呢就通过这个青云粪啊 在外加这个牛粪啊或者是一些河沙 去种植 这样子呢把这个 种植这个成本呢降到最低 第二个呢又去解决虫肠这个问题 一举两得 所以说呢有喜欢啊 这个乌兔栽培的那么呢欢迎这个 与我直接进行留言啊 沟通就可以了